大家好,欢迎收看急速说电影,今天给大家说的是美国经典科幻片《火星救援》,说的是男主独自一人在火星,通过自救然后成功的回到地球的故事。 在遥远的火星上,男主和他的宇航员小伙伴们正在进行地质勘测科学研究,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风暴,女队长下令全体撤离,远离这场危险的风暴,然而风暴来得太快,很快就天昏地暗,狂风大作。 男主因为被一个天线砸中脱离了队伍,被吹向了远方,女队长本来想要去救援男主,但是因为风暴太大,航天火箭即将倾斜,如果倾斜到一定程度,所有人都将死在这里,而女队长接到了男主宇航服破裂的警报,这也意味着男主肯定活不下来了,因此女队长下令全体撤离。 在地面指挥中心,负责人随后公布了这次灾难性的事件,并宣布了男主的死亡,而男主的小伙伴们已经回到了赫尔莫斯号。 正在返航的途中,火星上男主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周围一片狼藉,自己的身体插着一根金属棍。 男主回到研究站,挣扎着为自己处理了伤口,然后审视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。 现在男主已经确定伙伴们都已经撤离,自己被留在了这个孤独的星球。 这里的生存条件故意艰苦,还有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,想要在这里生存自然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。 然而男主想起了自己母校的一句十六字真言,知识改变命运,蓝翔成就人生。 男主利用自己在某学院学到的知识体系,以及动手能力在这个荒芜的星球上实现殖民统治。 他检查了一家研究站里所有的植物,这里的食物只能供他四百天的消耗,然而距离下一次宇航员的到来需要四年。 这对于男主来说显然是不够的,于是他化身为农民将仅剩的一些土豆拿了出来,他准备利用这些土豆来进行培养,这样子子孙孙无穷进也。 男主利用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快就解决了土壤与肥料的问题,随后开始自己的知识储备,利用火箭燃料获得了水源,一切准备就绪。 很快火星上的第一颗土豆就破土而出。 然而地球上的负责人刚为男主取行了葬礼,人们就发现了男主在火星上的活动轨迹,这让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都非常的震惊,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 此时,男主在研究了下一次火星任务的降落地点后确定,自己必须要去到距离自己三千五百公里的降落点,才能搭上回家的顺风车。 于是男主决定开着火星车拖着自己的研究站前往降落点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还解决了火星车能源与供暖的问题。 某校毕业的男主果然不一样。 看着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,男主不由地在车走土开起来。 随后男主惊喜地发现,自己的土豆已经到了收获的时候,这样一来自己的生存就更有保证了。 不过男主心里很孤独,自己这么多伟大的举动竟然得不到赞赏,也没有人鼓掌。 于是男主决定要修复于地球人之间的通讯,让他们为自己这个伟大的火星农民而震惊。 很快男主就找到了曾经的某个探测器,通过自己学到的维修技术,轻而易举地修复了他。 此时地球上和男主识出同盟的大黑,马上明白了男主的意图,马上对探测器进行了远程控制,双方终于实现了交流。 小黑告诉男主,其实我们早就发现你还活着,但是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你那些正在返航的小伙伴。 男主非常的气愤,如果早些告诉小伙伴,说不定自己早就得救了。 不过男主此时再怎么气愤也于事无补。 随后人们将男主活着的消息告诉了女队长。 女队长在询问了队员们的意见之后,决定返回救援男主。 由于物极必反的真理,就在男主不意乐乎的炫养自己的土豆并进行全球直播的时候,一路说服的男主终于到了灾坑的阶段。 由于压力仓漏气,整个研究战发生了爆炸,自己的土豆毁于一旦,而且没有了再培养的可能。 虽然之后男主修复了研究战,按照目前的实惠情况,自己肯定没办法坚持下去。 集体中负责人迫于媒体的压力,他们只能将没有进行检测和实验的火箭发射出去,为男主运送补给。 火箭升到办公之后就发生了爆炸,此时的男主已经在火星上殖民了180多天,他已经绝望了。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,中国提出了使用自家的运载火箭运送物资,但是小黑却想出了更好的计划。 他们打算让女队长去见男主,然后让男主使用之前的火箭战神号升空,在宇宙中实现对接。 当然,这个计划就有一定危险性,地面指挥中心负责人本来不同意。 但是女队长等人偷偷地将圣民煮成了手饭,负责人节目一程中便同意了小黑的计划。 男主开车火星车,长途跋涉来到了战神号的位置。 此时由于战神号超重,无法到达预定的轨道,因为男主又一次化身为动手狂魔,将蜜蜂的小轿车改装成了豪华的敞篷车。 在女队长的飞船到达预定轨道后,男主的敞篷车也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深入空中。 随后男主到达目的地,将宇航服手掌新位置剪开了一个洞,利用气体的喷射力飞向了出来接应的女队长。 虽然两人擦肩而过,但男主还是抓住了女队长的裙子,在火星生活了数百天的男主,最终成功获救。 电影虽然是一部科幻片,但大部分剧情都是具有真理,属于科幻类型的硬科幻作品。 男主一个人在火星上的经历,也堪称是太空版的鲁冰逊,而且条件比鲁冰逊更加的困难。 电影说完了,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关注我哦,我们明天见。